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自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今天在节目当中很开心可以访问到 郑如晴老师 老师您好 书伟您好 郑如晴老师呢 她又有新的作品跟大家见面 她是一个晴于彼根的作者 然后她的书籍呢 其实散文小说啊 儿童文学都有 那这一本散文非常的动人 里面讲到很多的食物 但是食物背后的故事 我觉得更是感人 这本书叫做 往日时光 食物的食物的食物 老师怎么会 想要把这样子的作品集结成书呢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 是跟中国时报啊 我们有谈好 想要写一个专栏 当然专栏你要有个主题性嘛 那主编就问我说 那你大概要写些什么啊 我说那我就写食物啊 食物最能够引起人的兴趣 但是我并不是写食物本身 很多人就是写饮食文学的人太多了 所以近年来饮食文学 其实它变成一种显学 大致那个什么历史考据啊 那个食物各方面的考据 比如说红楼梦 它就有186种的食物 对不对 那你要考据起来 哇那个太长了 那有的小的是那种 所谓街头巷尾的小吃 也写的头头是道 所以我想这方面 有可能写不过人家啊 那我就要写说 在我生命当中 来一些食物呢 给我的印象是最深刻 而且这个食物背后 的人情故事 才是我想要表现的一些人生情感 所以这一本往日时光当中 里面有好多好多动人的故事 那这个读过郑如琪老师文章 或是她的作品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老师的文章 这个字句呢 其实都非常的优雅 然后亲历 其实都不浮夸 大家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了这本书 就怎么有点眼眶泛泪的感觉 觉得哇好多故事也太感人了吧 没有没有数位感情太丰富了 这真的是等于是三十到十五 有三十个故事 对三十个故事 其实就是从老师从小生活的地方 开始写起嘛 对我第一样食物给我的一个 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开始一起 然后想到譬如说 是台南的卤面 它不是一般的大卤面 而是台南他们嫁娶婚亲的时候 台南人叫做帕露面 打卤面 那个从那里开始写起 打卤面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故事讲起好了 可以 这个打卤面帕露面 它背后的故事有什么 其实在义级 那个当年婚嫁的时候 那么人们的那种 就是对婚嫁的一种仪式 那在这个仪式当中呢 我就看到那个新娘子 就是我的大表姨 就坐在那个家里卧室的 那个通铺上面 那对于他想嫁过去 那个地方 其实他蛮忐忑的 所以有些眼眶泛红 然后说 哎呀我可不可以不要嫁 这家人是做酱菜的 那个来相亲的时候 我就已经闻到 他的一股酱菜味了 那我的二表姨就取笑他说 哎呀你当时 你不是一直盯着人家看吗 对不对 那我的舅伯就说 哎呀没事的 闻久了 酱菜味就不见了 哈哈哈就习惯了 习惯 那其实这句话 他有他的深寒的意义在里头 就是说你对一件事情 久了以后 你一定会去适应他 你一定去习惯他 然后虽然表面讲得非常的浅显 然后后来我长大以后放在人生很多的事件上 我真的是会会议出这样的 就是说你在个环境里久了 你就能够适应他 对 老师从小应该就是一个味觉很敏锐的人 是啊我对味道可能就是因为从小我非常的孤独 我没有什么同伴 然后我记得 我所有的游戏都是在大自然里头 比如说下雨天我会去跟蚯蚓玩 我会把蚯蚓从那个半截在土里头的时候把他拉出来 然后我会为那个蚂蚁开路 对 然后我去捡那个在院子里头的朽木 长出来的那些木儿 这对你们来讲听起来都很新鲜 对不对 然后我也会坐在墙角 隔壁的 比如说他们的熔岩树长到这边来 那一个下雨天 所有的熔岩掉了满地 我就捡起来吃 而且这几个人吃得很开心 那后来之后我想我可能把很多的蛋白质也跟着吃起来 因为掉落的那个熔岩里头一定有很多的小虫子嘛 那我那么小 那时候应该三岁多四岁 那我根本没有在管这些 也不会去看 就是我小时候跟大自然 就一种很亲密的那种感觉 那甚至我会去追着水过里的纸船跑 等等的 对 所以我就非常的喜欢那种 所谓这个自然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变成我长大以后 他也是我写作的一个养分 是 而且因为在这本书当中 老师也就是叙述了很多到食物背后的故事 然后就渐渐了解老师 哇 从小到大你住过好多不同的地方哦 是的 对 我童年期其实分为三段 一个是台南的就是跟旧婆住的庙口时期 然后到六岁结束了 我要去念小学就回到我外婆那里 因为的户籍在外婆那边 所以高雄沿城区的那一段就是永亲浴室的时期 那好景不长 我的外婆差不多在我小学二年级快结束 要生三年级的时候 哎 他突然间中风就过去了 那那一年我八岁 那我的外婆才五十九岁 那我就必须跟着姐妹们 又到了台中 因为我爸爸开了一家戏院 叫做安游戏院 就安游戏院的时期 那那时候我爸爸因为政治的关系 他不在台湾 所以呢就跟既母住在一起 这样子 所以的就是有一些波折啊 然后后来又到大伯 对 然后因为后来我的 既母他因为不堪我父亲啊 几年不在嘛 所以他就走了 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 所以我们就只好呢 寒暑假 那时候念台中小美女中嘛 那早期就有住校 所以我就住在那里 那寒暑假或是周末没两个礼拜啊 我就回到我怒感的伯父家 对 是 但还好都有食物可以吃 而且我看书中 旧婆跟外婆的手艺都很好 都很好 我的旧婆就很会做一些 所谓台南道地的这些小吃 譬如说碗粿也好 对 那个碗粿的故事也超感人的 所以如青老师也会做碗粿 现在已经太久不做了 就有一点忘记 因为那个有点复杂的 对 你要去有米浆来 然后再去慢慢的去让它蒸 对 让它什么 对 是 但是沉淀十万的碗粿 这一个故事也很感人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哦 是啊 可以啊 我那个旧婆其实家里不富裕 那我先说一下说 为什么我要去跟旧婆住 那因为我妈妈在我生下来 差不多三岁她就过世 而且她在二战的时候 每个大流行就是肺病 所以我母亲其实年轻的时候 她就感染肺病了 所以生下我的时候 她其实已经到肺病第三期 那那时候肺病是没药医的 所以我生下来就垂直感染 所以为什么童年那么的孤单 就是因为没有小朋友跟我玩 因为大人就怕我说我会传染给别人 对 所以我也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 自己找乐子 我因为生下来 就我妈妈没办法带我嘛 那我的外婆又经营永庆浴室 那上面又有两个姐姐 她必须照顾 所以她就只好把我交给她的嫂子 就是我妈妈的舅妈 也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到台南去了 所以才会跟舅婆住在一起 对才会跟舅婆有一段六年的缘分 这个六年缘分很深 很深 而且我几乎在我感觉中 她就像我的母亲一样 因为你就一直由她带大的 所以跟她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连结 对一个连结一个感情 而且跟舅婆住了那六年时光 哇聪慧的如晴老师 也看了很多的人事物 那刚刚讲这个挖柜这个故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再来跟大家分享 郑如晴老师往日时光当中 非常动人的故事哦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访问到的是 郑如晴教授 她的最新作品 往日时光 食物的时 里面分享了很多 她从小到大对食物的回忆 当然最动人的应该是食物背后那些人事物 人事物都好真实哦 那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文学创作的时候 或者说看一些散文啊小说啊 你就会觉得 哇真的会这样子吗 那老师写的这些人事物 哇真的很真实 感觉画面都会在眼前 例如刚刚有讲说 跟舅婆的感情 那舅婆 亲情跟你的妈妈同样 对对 就是她把你当作自己的女儿这样看来 所以那种情感是很难去割舍的啦 那在这个书当中 你也讲到很多舅婆的故事 是 像是那个碗粿啊 对 就是有一个敏舅 是 他是谁啊 其实我舅婆家里并不富裕啊 那我那个舅公早就过世了 他出海不遇 就再也没有回来 舅婆一个人带大很多的小孩啊 然后他有一天呢 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就在他们家门口 就捡到了一个被遗弃的婴儿 那这个婴儿其实一看外表就知道他不正常 但是他出于那个怜悯 他就把他抱回来开始养 然后这个敏舅在我的印象当中 他就是跟一般人五官不一样 我们都是五官对称的 那这敏舅的五官是不太对称 比如说眼睛一高一低 那整个脸部的那个排序就有点奇怪 嘴角也跟着往上扬 那鼻子也是有一点一高一低 就你猛一看就有点像 碧卡索里头的那个画 有一点很不对称的 他不仅是外貌这样 甚至连身躯 他有个驼峰 我们台湾话说是恩姑这样子 然后呢 舅婆就把他带大 但是因为他自己蛮自卑的 他跟家里的人也不太往来 因为兄弟姐妹会排斥他 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就选择啊 住到那个舅婆的鸡棚旁边 舅婆对他非常的联系 那只要是家里的人都外出了 工作去了或是读书去了 那个名就才会出来 那出来就跟他画家长 然后帮他做一点家事啊 然后我的舅婆就很疼爱他 知道他喜欢吃花贵 就常常会种花贵给他吃 这样子 那我印象中就是那时候我很小 常常跟在旁边 有一天我就听到他跟他说 阿敏啊 我想帮你取牵手 然后等你将来呢 有一大家子就像那个鸡棚的鸡一样 鸡灰啊 鸡棚的一样 鸡椒啊 他就这样讲 然后呢 那个名就就很开心 但是呢就我就真的帮他找来了一个 有一点身体也是残缺的 就小麻痹的一个女生 可是第二天这女生就跑了 他跑了这名就就个性又更阴郁了 他就不出来了 他觉得连跟他一样有残疾的人都嫌弃他 所以他就整天在鸡棚里头都不出来 然后有一天呢 他就带我出去 他带到海边 那他就说 哎呀只有海跟那个阿布啊 对他最包容最好 那那时候小时候我也听不懂 那后来回来没几天 这个名就就不见了 所有人发动了 连邻居大家一起去找 都找不到他了 那这个人就好像人间蒸发了 可是我的旧不还心心念念的 常常在念他这个小儿子 就是阿布拿跑去哪里啊 直到他死后他还在念 但是当中其实在他失踪没多久啊 我就有一天晚上我起来要尿尿 我就真的看见他 从通铺的右边慢慢的站起来 然后到左边慢慢的消失 然后那个脸变正常了 然后那个背也没有像那个驼峰一样了 那时候我感觉到好惊讶 可是我那时候实在是太小了 那也不敢起来上厕所 只是知道怪异 然后又回被子 隔天我就 也没有跟舅婆说了 对我尿床 但是都没有说原因 直到我后来长大了 我在回想 就不知道我为什么没跟他说 然后他一直在念着 知道他过世 一直在念着这个名就 后来我就一直在怀疑 我当时看到了 是到底是我梦中做梦呢 还是我真的是看到他了 好我就有一点很不确定性 那当然这个牵涉到文学的一种理论 叫做不可靠的叙述者 就是说你可能也许在梦中 你没有办法去交代 但是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叙述 也许可以留更大的空间 让读者自己去想像 是 没错 就是我看到这一部分 我想说 这个是奇幻吗 就是说可能在梦中 你做了一个梦 半梦半醒 对 但是我真的做起来 我印象中 我就是靠着墙 那做起来的时候 就突然间看到他这个样子 那那个感觉很怪异 想说怎么他的五官 回到了他的位置了 背也不驼了 对他也不驼 他还对我笑一下 那我就觉得 只知道很怪异 然后又觉得有点小小的害怕 那我就又躲进被子里头去了 所以我就一直在怀疑说 我到底是真的看到 还是我做梦呢 可是我做梦怎么那么清楚说 我就是靠着想 但是每次看到碗粿 吃到碗粿 你就会想起这个故事 然后想起米舅 然后又会想起舅婆 对就想起舅婆 就是说 舅婆真的是天使 对一个毫无血缘的人 就是被弃养的 然后他把他当作 自己亲生孩子 对 在照顾他 然后思念他 对知道他爱吃什么 因为碗粿工法 非常的繁复 对很麻烦 而且很多年了 他还在念念说 他还在念念说 那个阿敏 不晓得跑去哪里了 怎么都没消没洗 刚开始他会哭 到后来时间久了 他只是心中一直挂记着这个人而已 对 所以在食物背后的故事 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有一些 对你来讲特别有意义的食物 你在细想他背后的故事 一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有有 对啊 对 你一定是说 我随便讲一个例子 有一年 我刚去德国没多久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生小孩 有一天我从学校放学回来 然后走在雪地上 那时候我记得五点多 那你知道在欧洲五点多 冬天已经很快就暗了 那很冷 那雪很深 这一脚高一脚低要回宿舍的时候 我突然就闻到一股非常熟悉的味道 味噌的那个味道 我就当场真的就定在原地 我就开始眼睛去搜索 哪一家的窗户飘出来的 然后你就想到说 有一次跟谁在那个日本料理店 吃了这个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怀念 那个味噌汤的味道 尤其人在异乡的时候 天气又这么冷的时候 好想喝一碗热热的味噌汤 对 所以食物真的是可会 引起我们很多的澎湃的感情 真的 而且看着老师的文字 又会觉得 哇 真的也把自己人生一些故事 像走马灯一样响了一遍 然后又开始想念很想念的人 例如说你写到你舅婆 我就想到我的阿嬷 因为是阿嬷带大的 那在里面也有一个故事是 《无榴之条的华丽与哀愁》 是 哇 这故事也很动人 那就是说我后来要读书了 就回到我外婆家了 就离开舅婆 然后回到外婆 外婆在经营那个浴室 就是叫永亲浴室 然后其实我外婆对我舅婆真的非常好 我小时候呢 我记得我们工人员的薪水 一个月都200出头 还不到300 但是我的外婆每个月给我舅婆300块钱 当保姆费就对了 当保姆费来带我 那因为我外婆的经济能力好 她想帮助她的哥哥 一家人 她就是用这个保姆费来代替她帮助她的一片心意 对 那她常常呢 以前我们这个后巷啊 每一家都几乎有一个粪坑 常常后巷就很臭 都不会有人去 但是呢 我外婆只要听到后巷有动静 她就会出来跟那个挑粪的阿伯 就跟她话家常 然后呢 后来就熟了 就听到那个阿伯说 她家里有一个女儿念那个高雄女众 那我外婆一听就觉得 哇 这个女生真棒 好会念书 她就最喜欢会念书的人 就说 那我约她礼拜六 下午你就可以过来 来我们家 阿伯就真的把女儿带来 那我外婆就跟她话家常 知道她很会读书 那我那个阿伯就很性情中的 立刻说 任你当干女儿 哇 就立刻哦 那也不嫌弃人家 因为你知道早期挑粪的人 他身上会有一种味道 而且怎么洗都洗不掉 后来只要他来就让他们去洗澡 可是那身上的味道怎么洗都洗不掉 他还把我外公的衣服给挑粪摸出来 还是一样 都是那个味道洗不掉的 那我记得后来我外婆就跟她预约说 你下一次来我做五柳之鱼给你吃 那在台菜里头五柳之鱼是大菜 然后她就真的做了五柳之鱼给她吃 对不对 然后这个女生就好感谢她 就说我从来没有吃过五柳之鱼 就对她很感谢 那我外婆就鼓励她说 你要读书继续的升学 我可以提供你学费 我可以帮助你 那这个女生玩具 她说我毕业以后 她就要出社会工作 那我外婆说为什么呢 她说其实我家里还有一个妈妈 因为她爸爸跟我外婆讲了 是说她太太就不在了 原来这女生说 她家里还有一个精神异常的母亲 台湾话说笑 所以她觉得她要照顾她 她要赶快去工作 对工作 要去赚钱 对赚钱就这样子 后来每个礼拜都来 然后我们每个礼拜 我外婆就拿零用钱给她 让她跟我大姐两个人去看电影 那回来晚餐再吃一餐 真的很疼爱她 对给她一些点用钱 再让她回去 就这样子 而且我阿嬷 她不是说单对某一个人好 她譬如说过年过节啊 灌香肠啦 包粽子啊 她真的是邻居爱家爱户给 她是属于这样的人 而且外婆她的手艺也很好 对 所以小的时候在味觉 然后在这个饮食方面的 满足感 对 虽然说心里还是感觉到 有点点孤单 对 但是因为这些美食 也疗愈了你的心情 对 让我感觉就是说 有那么多好吃的 就可以说对我来讲 就是味觉的启蒙啊 可以这么说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跟大家分享一本 非常好阅读的散文 而且你阅读了之后 你应该 内心也会有很多的味觉 开始慢慢的释放 开始去想念起 某一些的食物 在你某个时期 往日时光 今天邀请到的是 郑如晴老师 哇 刚刚很多的故事 你都会觉得说 天哪 这些故事也太有人情味了吧 这些故事有些是很温暖 有些你可能觉得 有一点点悲伤 然后有些可能觉得说 人生就是这样 就是有一些可以预期 有一些无法益期 例如说 外婆也是太年轻就走了 对 她年轻 她59岁就过去了 那等于就是 外婆离开之后 你就离开了高雄 是 然后又到了台中 对 然后又到了台中 台中你除了那一条街 好像吃的东西也很多 就是早期叫做中华路 就是台中最热闹的一条街 就是里面等于是说 我们现在的夜市一样 然后里面有两家戏院 其中的一家是我父亲 经营的 叫做安游戏院 那现在那个戏院 没有了 她好几十年前 她就拆掉 变成一个大卖场 OK 对 好 所以在台中那个时期 就度过了你的 等于就是小学到国中阶段 对 到国中的时候 我们就搬离了那里了 对 回忆起这些食物啊 还有这些故事的时候 老师在叙述当中啊 大家可以知道说 老师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 所以你搬迁过很多的地方 那像不断的搬迁 对于年幼的你来说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回忆呢 就觉得生活都是一直在动荡当中 但是你不得不接受现实给你的这一些动荡 所以你尽量的就是要做一个乖巧的小孩 对 要不然你没有 听话 因为有点点寄人篱下的感觉 对 对 尤其是后来到了这个跟继母住在一起的时候 那更是变成又不同的一个环节 因为继母没有学员上的关系 虽然他有很多的我父亲给他的很多钱 但是那个经济整个掌握在他的手里 所以我们知道说 小时候就是要听话 就是甚至呢 你必须要去让继母高兴 知道怎么样取悦他 对 所以对于继母他做的菜 在书中就是菜煲两个 还有豆瓜 对 而且我继母很少做菜 他都大部分就是佣人在做 那要不然就是他的姐妹来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就是他娘家的大品营 他们家兄弟姐妹都是一天到晚住在我们家的 对 但是在这书中也有一篇写到 老师讲到您的母亲 因为跟继母住的时候 其实有一间房间挂着你妈妈的遗照 对 我妈妈的遗照 对 可是平常也没有人去祭拜 对 因为那一间房间变成大家不太想去 因为我妈妈遗照放在那你看嘛 一个过去的人的遗照在那里 他眼睛很大 因为我母亲眼睛很大 很漂亮 也没有啦 就你看了会害怕 哦 所以我小时候看到她的遗照 其实我是会害怕的 对 几乎没有人要进那个房间 但是你知道说你妈妈遗照就是在那里 那我就是常常看到三姐都有人在拜拜 但是我们妈妈从来没有人拜过她 所以我就有一天到我的同学家 因为他们家很奇特 他的行业是专门在制作金纸银纸的 专门拜拜用的啦 专门拜拜用的啦 对就手工的啊 代工的 那有一天我就到他们家的时候 看到他们又在做这个 那我就突然间兴起说 从来没有烧纸钱给我妈妈 不晓得她在另外一个国度里头啊 在另外一个世界 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钱花啊等等的 然后来呢 呃就被我同学的妈妈听到了说 你要烧纸钱之前 我们总要祭拜一样东西嘛 嗯 所以他就是组了一个面线壶 然后来祭拜我的母亲这样子 嗯 所以以前的人 他有他的良善的那一面 是 所以那天你就跟妈妈做了一个 对 对话 对对话 而且呃有一个告别啦 嗯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跟他真正的相处过啊 但是他过世我也都不知道 所以那天就在仪式上面在心灵上面啊 我觉得跟他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告别 就说哎我希望你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头 过得很好 哎你可以过得很好 对啊那也希望你 哎保佑我们大家 我们三个姐妹我们都也可以过得很好 嗯嗯 对 老师你自己的手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发现说哎你做菜 然后你自己很有兴趣的 嗯 哎其实哦 就后来长大了嘛 那你必须要应付你周边的所有的事情嘛 那我可以从简单的啊 譬如说 哎结婚后 那你在婆家 啊你总是要了 亲自要下厨嘛 要干嘛 然后就简单的这一些啊 炒菜啊 煎鱼啦 煮汤啦 都会 哎对 但是说到大菜 就 没有这个能力了 但是我看到书中 我觉得老师应该有两样很厉害的 一个是肉肉 哈哈 这个是炒米粉 对对 乳肉炒米粉 对 那你就是后来 对 就慢慢的因为 你必须要生活嘛 对不对 然后乳肉是因为外婆家 照上永远有一锅乳肉 对 常常那个肉香就让你回想起就是 那是台湾人生活当中饮食的最大的一个精神寄托 就是那一锅乳肉 对所以我后来自己改良 我还不是我外婆的那个后腿肉 我自己改良 你哪一个部位 我是要用那个梅花头 梅花 因为梅花肉 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 梅花肉你买回来啊 你要是买错了梅花尾的那一段啊 煮下去那个肉质是色的 那你要买梅花头 梅花头前面就是有花纹 嘿它煮起来会比较软嫩 也不会太油 然后另外我多加了一个胸前肉 胸前肉是一只猪啊 它只有两斤而已它带皮 嗯 就是猪的前脚到它脖子中间的那块肉 才两斤而已 所以你都必须要事先去定 然后呢 我通常就是胸前肉两斤 然后梅花头两斤啊 然后卤了 那有时候就是有朋友要我就送人 那要不然呢 就留着把它打包起来 送进冻箱 是 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热 拿出来去蒸一下 那但是这个煮的过程也是不能马虎 就是那个胸前肉啊 你必须要提前 呃差不多45分钟 让它先去卤 卤完了第二道呢才能梅花肉再下去 因为梅花肉 不能一起卤哦 那不行 因为胸前肉它 比较带劲嘛 因为它有那个皮嘛 不容易软嘛 卤的时间要久一点 第二道的时候你再把梅花肉放进去 再卤个45分钟 那卤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的 又要大火 然后接下来你要小火 对 而且我的卤肉其实非常简单 我就是放个大蒜 嗯 那一小根辣椒 啊有时候是一段葱 就这样子而已 也不会放八角或什么之类的 那八角我只有牛肉才会放 那猪肉就不需要 然后我就会放酱油一半 然后竟然酱油薄盐 要用薄盐 你还有调的哦 对 要调两个调的差不多 薄盐酱油 这样子去那滷出来的味道就刚刚好 然后剩下的那些汁啊 你们吃完了不是有汁吗 对 丢掉可惜啊 可惜你拿去炒米粉 这就是我炒米粉 难怪那个米粉为什么那么香 那为什么那么香 那为什么都好吃 而且炒米粉还有个秘诀 你除了那些台菜里头的那个什么 红葱头啦 虾米啦 香菇啦 肉丝都不能少以外 你一定要备一锅高汤 猪的大骨汤也好 或是鸡架子的骨汤也好 你把它备成高汤 因为我们米粉啊 其实真的不是炒的 米粉就是要半湿 让它吸收 它那个汤汁 它汤汁才会吸在那个米粉里面 对 然后你才会好吃 然后呢 譬如说我们 刚刚我们讲完了嘛 就是说你炒完了 那些备料以后啊 你就把那个汤汁放下去 高汤放下去 最后呢 你要倒乳肉汁 哇 把它倒下去 然后最后才放你的米粉 米粉放完了以后 你才放一些蔬菜啊 譬如说高麗菜啦 或是红萝卜 或是那个青葱 然后跟焖一下 这样就好了 哇 对是要有秘诀 有秘诀耶 老师你的秘诀 都已经告诉我们了 大家可以 甚至这个如晴老师的秘诀 来试试看哦 可能跟原本的炒米粉 是很不一样的 我跟你讲 我敢说 我觉得外面的炒米粉 没有一家 我觉得是好吃的 对我还有一个科技界的 那个朋友啊 我是很有名的一个人 他就跟我讲说 我吃过全台北市的炒米粉 只有你家最好吃 他还甚至跟我说 我们来开 一家店只卖两样东西 就是乳肉跟炒米粉 哇 那开私厨了是不是 所以可见如晴老师的 乳肉跟炒米粉 一定是非常的美味 但是老师在书中 有讲一下步骤要怎么做 大家肉要怎么挑 那其实 真的食物会让生活 变得很美好耶 对你会让你的生活真正变成生活 否则的话 一般我们觉得 每一分每一秒过去 我生活过了 可是真正是什么是生活 是你在做 你在吃 你在享受当中 你才会了解 那就是生活的滋味 真的 有滋有味 对尤其是跟朋友共享 跟家人共享的时候 你那个感觉会更深刻 你觉得啊 这才是生活 对不对 而且老师还可以把他的生活 把他用文字写下来 跟更多的朋友 读者分享 那现在看到如晴老师 就这么温暖 其实也跟他正常背景 有蛮大的关系耶 老师就是 现在要传递很多的正向温暖 给大家 所以老师说 他自己自创的一个文学 叫做创意文学 老师什么叫创意文学 就是说你要创造正面的那种心理 然后呢 在你的记忆里头啊 你要把它记下来 这些温暖的东西 就叫做创意文学 不要误会说 以为我另外在创造一个 所谓的不一样的故事 或是说我编造什么的故事 以为说创造故事嘛 其实不是 是你的记忆当中 我们记取一些正面的东西来写 因为我们心理学里头啊 1932年的时候 巴特勒有一个心理学家 就是我们人的那个记忆啊 其实他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是随着你新来的讯息啊 给予调整 而且这个调整都是看 每一个人对事物的解释 以及认知 对 好假设你心里是温暖的 这件事情在你心里 就会留下温暖的正向的一些印象 所以我希望说 重来是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挫折嘛 对不对 泡折嘛 但是我希望我们记下的 都是美好的东西 所以我也会想到说 用创意文学 来代替我的写作 是 我想老师的这个创作啦 也给很多朋友 在生活当中 应该说是一个养分 或是一个疗愈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 生命当中的挫折 或者是 你的悲欢离合 或是你不得不去面对 这个事实 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一样 那么好 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一样 有这样的家庭等等之类的 是 那每一个人你看是他很美好 他或许有他的苦衷 或是他的 那个不美好的地方 是 那老师的文章呢就是 可以知道说 啊老师从小到大 其实 住过不同的地方 对一个幼小的孩子来说 那是多么辛苦的事情 可是老师在文字当中 并没有去叙述 那个多辛苦 或者说啊 我这个小时候要颠沛啊 或是寄人理想什么 没有哦 他是讲他看到人事物 然后背后的这些故事 这些饮食 然后这些美好 因为总是在不好当中 都还是会有好事发生 是是 那在看老师的文章 你就会有一种 安定温暖的感觉 好 往日时光也分享给大家 马上回来哦 今天真的很开心 可以访问到 正如晴老师 那很多朋友可能 知道或不知道 老师有两位 非常优秀的女儿 那其中一位就是 君宁 那君宁就是 入行当演员 已经非常久的时间 然后也取得了 非常好的成绩了哦 那他们在家里啊 最喜欢吃 如晴老师的哪一道菜啊 哦就是我刚刚讲过的 乳肉跟炒米粉 哈哈哈哈哈哈 最喜欢的就对了 对他们常常有说就是 哎妈炒米粉哦 哦 对那另外还有一道 叫做公鸡腿糖 就食犬大骨 这我不是有 有啊 书里面有讲到食犬 食犬 就是说一个陌生女人的食犬嘛 那女儿就会指定说 妈我要吃那个食犬大骨的公鸡腿哦 哇 很幸福耶 有因为会做菜的妈妈的小孩 都是幸福的 对其实 哎你这个也可以试试看 譬如说现在冬天来了 然后你去中药行 给他抓几副那个食犬回来 那我食犬通常我会在家里 我就会先给他熬高汤哦 哎就食犬放下去了以后 加上鸡骨哦 譬如说你放个两副的鸡骨 然后慢慢让他熬 熬一个小时以后 你把所有的东西捞起来 那就是备汤了 然后呢 我会去订那个方土鸡 嗯 的公鸡腿 那个鸡肉腿就非常的Q弹 然后那个人要吃的时候才放哦 譬如说你要吃三块 好我就现煮丢三块下去 那给他焖一下 因为多块鸡腿很快就熟了嘛 那你也不能太熟 所有的鲜甜跑到汤里头了 但是我们汤其实本来就已经具备的 高汤的成分了嘛 那加上那公鸡腿啊 你不要煮太久 就让他已经熟这样就好了 这样你捞起来的汤跟那个鸡腿 都非常的鲜美 所以我老大每次回来就说妈 我要吃公鸡腿啊 别忘了哦 那如果有个乳肉 然后接下来说 哎你顺便炒个米粉 那他们自己会做菜吗 哎他们会 但是他们做的菜就是很简单 比较家常 家常 但是我老大因为有家庭了嘛 他也在试着做妈妈的乳 做做看妈妈的味道 对 这个就可以传承下去啊 像我那个小孙女回来的时候啊 他就说哦婆婆的那个乳肉好好吃哦 很适货 所以这个食物是人与人之间非常美好的连结 尤其是如果在家庭当中 可以做几道让孩子离家很辛苦的时候 就想到那道菜就很幸福感 哇那真的是人生当中非常美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食物其实是带给我们很大的一种情感上面的疗愈 甚至是口腹上面的满足 嗯 老师你觉得这个往日时光特别适合什么样的读者来阅读呢 哦我觉得各个年龄层都可以 如果说是年纪像我这么大的 他也许可以记得这个书中 他回想他过往的岁月 嗯啊 那如果像你这样的啊 年龄层的看了你也会有感觉 有很有感觉 很有共鸣哦 对像我们刚刚一谈你就看到说 对啊我讲到我的阿嬷 然后你的舅婆 对 也很有共鸣 对那现在年轻的一代啊 他们看了这个书以后啊 会去回忆他们平常在家里 妈妈带给他什么样的食物 嗯他吃到这个食物的时候 会想到背后他们曾经的有一些欢笑 有一些情感 嗯 我觉得食物永远是带给人很大的一种驱动力 而且就像书中所说的味道是想念的源头 是 有时候你很思念啊 或是内心有一些情感 呃需要宣泄的时候 想起那个味道 吃到那个口感 哇你可能就会觉得你得到一种满足 对而且里面还有更深层的一个比喻啊 就是说当你吃到这个味道 你回想当时 其实你就是回到了过去 回到那个我们一般现实当中说 时间所无法回去的那个彼岸 是 你就已经回到那里了 嗯 所以那个食物给我们的力量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的吃饭哦 啊 现在大家很忙碌 但是有时候都没有好好的去品尝一顿 或是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跟妈妈说 妈妈做一道什么菜给我吃 其实妈妈很喜欢小孩跟他说 要做菜给他吃对不对 对啊 是很喜欢对 呃做妈妈的很享受 孩子对他食物的依恋 嗯 对尤其是你回家 闻到家里熟悉的味道 其实是联系 家人情感的一个最主要的源头 没有错而且老师这本书里面也是不藏私 很多道菜30道菜告诉你怎么做法 然后怎么备料这本书 其实实用跟文学性都非常强 今天非常谢谢如今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往日时光 谢谢你谢谢 谢谢书伟 谢谢听众